大家好啊 这个习包子开倒车啊 其实真的是叫做什么呢 在错误的时代 错误的时间 错误的地点 由错误的人来发动的一场历史的倒车啊 其实是很危险的 为什么呀 因为今天的中国你再怎么封闭啊 你再怎么防火墙 你再怎么搞这个严论管控 老百姓的民智啊 尤其是年轻人的民智 还是被打开了一部分 不敢说全部打开啊 还是被打开了一部分 任何一个独裁社会 任何一个专制社会 它之所以成功 主要是对于信息的封锁嘛 把每个人的脑瓜子管理起来嘛 是不是 愚民政策嘛 这不就是所谓的是不是 一个是让你的脑瓜子变成一个250 第二个是让你饿肚子 就这么两个套路 让你没饭吃 但是又让你饿不死 这是关乎你的身体 让你有话不敢说 有想法不敢说 这是关乎你的大佬 是不是 把这两个东西搞定 独裁社会妥妥的就成功了 但是今天的社会 今天的时代 是个互联网的 谈何容易啊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 据说是一个17岁的女生 做了一个公开的演讲 这个公开的演讲 是个很有意思的 这么一个官方组织的一个活动 它的标题叫做热爱祖国 结果呢 这个小姑娘呢 做了一个演讲 文章写的不错 哎呦 迅速在强国啊 在土工国啊 就引起了热波 热转 成为一个热点 它的标题叫什么呢 叫假如我活了2000岁 那么我的祖国 它到底是谁呢 这个很有意思的 这是某一个高中举办的 我爱祖国的一个主题 真文的一个演讲 是吧 有名有姓的 我这期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看现在的年轻人 他是怎么想问题的 洗帽子开倒车 它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他最后被这个乔塞斯库啊 被这个什么 撒杂抹去 这种下场是很有可能的啊 所以我们不要被他给吓住 是吧 说这个老师们 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高一六班的王科尔啊 我今天的演讲题 莫是假如我活了2000岁 我的祖国他是谁 我没有他们慷慨的语调 也没有他们激扬的热情 对于祖国而自 我有我的自己的思考 我觉得我们社会 不缺有知识的头脑 缺的是有头脑的人 是吧 我在想 假如我活了2000岁 我的祖国他是谁呢 在汉朝 我的祖国是大汉 放我强悍着 虽远必如的大汉 在唐朝 我的祖国是大唐 是吧 万邦来朝的大唐 在宋朝 我的祖国是大宋 那个科技领先 经济繁荣的大宋 在元朝 蒙古人的铁笛 把我们见他为四等公民 那我的祖国是大元吗 我应该去热爱元朝吗 在清朝 满人从光外杀入 留头不留法 留法不留头 扬州大屠杀 让南京大屠杀 黯然失色 我的祖国是大清吗 是吧 我该如何去爱他呢 时间长了 渐渐的我们也认了 谁霸占了你的母亲 你就认他做父亲 我们犯贱吗 有时候我在想 你看他们很有意思的 有时候我在想 如果当初日本 占领了我们的中国 同学们 老师们 今天我们会欢呼 天皇万岁吗 如果我活了2000岁 谁是我的祖国 那真的是让我很迷茫 我的心中有一个祖国 那是一个公平 公正 没有憋屈的地方 我的心中有一个祖国 一个让你赢 赢得坦坦荡荡 让你输得心服口服的地方 我的心中有一个祖国 他随时都可以展开翅膀 给你保护的地方 我的心中有一个祖国 无论你过得多么艰难 都让你心中充满希望的地方 是吧 所以这个演讲 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学会用排比句 特别能忽悠人 写得不错 德国出产马克思 俄国出产斯大林 美国出产华盛顿 英国出产丘吉尔 据王意 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 而全在我少年 少年之之国之 少年强之国强 少年独立之国独立 少年雄于地球 我之国雄于地球也 我等少年手中 必会有一个升级版的祖国 他让每一个人都在心中深深的爱上他 他让美国羡慕我们的民主 让德国羡慕我们的技术 让日本羡慕我们的民富 让新加坡羡慕我们的青年 看他日我的祖国 必定是一个囊囊的乾坤的 一个让后世子孙千秋万载 也忘不掉的祖国 中国梦 中国人的三个旧梦 中国人有三个旧梦 第一个梦呢 叫明君梦 就是希望有一个好皇帝 希望一切的问题有现成的解答 一切的好事有统治者的恩赐 第二个梦呢 叫什么 叫清冠梦 挺好啊 第二个梦叫清冠梦 如果皇上指望不上 那么呢 那么呢 我们就指望有一个清冠 清冠大老爷 包枕 包青天 两袖清风 还能翻炎之简 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图 第三个梦叫什么梦啊 叫侠可梦 如果清冠指望不上呢 我们就希望有一个侠可难为我们 抱出血恨 哎呀 不错的啊 这些文章 不管是不是和小姑娘写的 的确很了解中国啊 真的 中国人都是三个梦 一个是好皇帝梦 第二个是呢 好清冠梦 第三个是好侠可梦 尤其金融的小说 就是侠可 侠可行 为什么金融的小说 很多人喜欢呢 但是中国人呢 如今的中国人说 有三个新梦 三旧梦 三新梦 第一个新梦叫什么 叫自由梦 就是从医院化的高压下解脱出来 不再受专制的统治 权贵横行的压迫 第二个梦呢 叫人权梦 就是人人都能享有平等的权力 不再有任何高居普通民众之上的特权 第三个梦呢 叫宪政梦 就是全民之宪 全体国民一起来制定基于人任凭等基础上的根本大法 并且一切都以此办事啊 三个旧梦 是臣民休息被动的黄粮美梦 是愚民政策给臣民带来的千年噩梦 只会使民众变成温顺的绵羊 任凭统治的作为作夫 宰割屠杀永远被他们统治啊 三个新梦呢 这是商业文明的必然要求 是社会启蒙的体认 是全民大觉醒的表现 是人人志士 浴血混战的结果 而且一定会到来 就说这么一篇文章啊 基本上就这个样子 据说是一个17岁的小姑娘写的 而且是个高中的这个我爱族的一个公开的演讲 火的不行 你看在推特上都有上千个转转载 完了以后在墙内啊 那好多好多万的人看得到啊 故意成为热点 有的地方会删了 有的地方还在转 火的不行 所以跟大家念一念啊 那我们看到这个这个消息以后呢 看到这个文章以后呢 一开始我真以为是一个17岁的小姑娘 写的自明文章 读完了以后你一听就明白 肯定是借这么一个由头 那骂骂共产党 那几对共产党 他从头到尾呢 也没有骂共产党 也没有骂习近平 所以这种文章呢 一开始呢 是不会被删掉了 所以看着特别多 看到以后转载 你看他有些个词 还挺像习包子的语 语气词 中国梦嘛 是不是 然后对历史有一个书里嘛 是不是 唐宗宋祖跟毛泽东一样嘛 汉朝 什么什么唐朝 什么宋朝 元朝 清朝 这么一路讲过来 特别具有中国特别色的文化 文化风范啊 很多人都很喜欢 我读的时候我觉得也写的不错啊 然后还有一些现代性的思考 那显然这不是一个小姑娘能写出来的啊 肯定是有一个操老爷们儿 然后呢 吃肉滴沟油 操心中南海 然后呢 就写了这么一篇文章 借机啊 借口是一个17岁的女孩 震撼的一个演讲 然后成功的起到了宣传的效果 起到了反共的效果 这种事情 你说你是纠结于这个写作 这个作者的真伪呢 你还是纠结于这篇文章本身 所释放出来的内容呢 所以如果你是理中课的话 你就说这是个假文章 不可能是个17岁的少女写的好吧 搞这些假东西有意思吧 啊 恭喜你 你终于成功的变成理中课了 如果你看这个文章本身的内容 嗯 你觉得赏心悦目不错 写出了我的心声 是不是每个中国人都这么想的 有三个旧梦 有三个新梦 所以在中国啊 你想把你心里想说的话 说出来 又不至于那么恶心 是吧 你真的是需要有点技巧的 我觉得这个哥们啊 是有技巧的 假如活了2000岁 我的祖国他到底是谁 因为你现在中国 有个很大的问题嘛 中国老百姓就是一说爱国 就以为是爱共产党 一说爱共产党就顶着爱国 完全两码事儿好吗 就像网上天天有人争论 美国的国务院搞了一个新的套路 是要把中共和中国分开 这个话题我也有讲过的 这是个非常聪明的决策 这是余茂春老师成功地说服了美国的政客 提出的针对中国的这么一个叫做什么战略的调整 把中共与中国人 中共与中国人 中共与中国把它分开来谈 好事情啊 很聪明 这只是在外交层面 在行动的层面 在反击的层面 是不是 在大国外交的层面 你是可以这样干的 但是你作为一个批评家 你作为一个思想者 你作为一个思考问题的人 你不能这么干 是吧 因为什么 因为中国就是中共 中共就是中国 因为共产党 他就是把这两个东西 把它粘在一块来说的 所以我说过 中国人的民情和中共的制度设计 它是标配 所以这个东西是考验每个人的智慧 所以你作为一个中国人 你不要怕说 我们跟共产党不一样 我们比共产党优秀 我们比共产党聪明 我们比共产党正义 你这样一说 你跟共产党没有任何区别 因为共产党就宣称自己是 伟大广荣正确 那你也宣称自己是伟大广荣正确 那你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有什么区别呢 没什么区别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 在这些基本的问题上 你要思考 真的 我觉得特别重要 要思考 就是如果你对圣经有了解 你看圣经它的原初观念是什么 它是有一句很著名的话 这个世界上一个一人都没有 所有人都有罪 是不是 那所有人都有罪 所以就用我们的操老爷们的话 讲就是所有人都是混蛋 所有人都该死 是不是 是这个意思吧 事实上每个人都要死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你会发现那是什么呢 就是上帝对每个人 他是抱有爱的同情 和同情的爱的 圣经教育 叫怜悯 这个怜悯到了什么程度呢 怜悯到了上帝 自己愿意变成一个人的样子 然后死在十字架上 为你们形成 展开一个伟大的救赎 所以一方面是认为 你每个人都不是东西 每个人都是罪人 你一个艺人也没有 一方面呢 上帝要救你 这里面是不是 按照中国人的所谓的逻辑 就逻辑不通吗 是不是 这个时候你就要考 你就要考验你的理解 你考验你的智慧 不是人家逻辑不通 而是你的理解 你不够用 谢谢 谢谢